相關電視機 家鄉有一張照片 我七歲的時候 跟紅李核的照片 然後跟這東西 她就問我媽媽這什麼東西 媽媽就 zo li sa 然後就上網開始查 就是那時候在歐美已經很蜂心了 因為那個是從蜜乳開始產了 他們說這是超級量食 Superfood 那一個NASA把它當作太空人在外太空執行任務使用的一個產品 就加工之後變成 因為它的營養很全備嘛 然後蛋白質也高 然後之後還有那個BMS就打他廣告說 啊我是吃點肥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才發現我們這是我們台灣自己人 那時候我看到是品科科大已經證明它是台灣的 就是屬於台灣特有的品種 它就是在北極百科上面是查得到的 那這些很多台灣現在我們可能常吃的東西 其實不見得是我們台灣原生的 它可能都是從歐美地區來的 延伸國來的 洛神話就很明顯就從英國 然後到印度 然後馬來西亞再迎到來台灣 可是它現在也是部落很重要的一個產業之一 但是它並不是我們台灣的延伸種 那紅禮它是啊 啊紅禮又這麼漂亮啊 台灣特有種的東西其他地方找不到啊 就叫台灣有而已 所以說你會覺得這東西很能代表我們自己原住民的文化特色 跟顏色跟色澤 又是代表我們自己台灣原生種的一種代表性 我覺得這東西很棒 剛好就是那時候鷹岩季會 跟那個慈激科技大學合作 那他們就是把紅禮的根莖液稅全租實用 然後配回到那裡 我說那他們也想協助我們原鄉部分 那我們就合作一起去研究這些東西 那就是說欸 剛好他們要去辦這個展 那我就突然想到說 欸找他們一起去喔 我跟你一起去 然後然後砸了家去弄一弄 我們是被國際給認可的一個產業 所以 全世界可能有紅禮的這個 皮子堡金牌可能只有我吧 對這個發明展可能只有我而已啊 就要救我們 然後我跟慈激合作 我此刻在合作的東西 可是重點是 這個可以分享給自己的族人 包括小朋友們 包括 我們自己剝落這種你們曾經 快被遺忘的事情 結果在世界上 還被人家肯定它是很棒的東西 那我包括連面膜啦 還有現在我小孩子洗的 洗髮沐浴乳 都是紅禮做的喔 洗髮沐浴乳那一塊是 百分之六十八 都是紅禮 純紅禮萃取的原液去調和的 裡面就 這個算是很高比例的 狗飼料 貓飼料 你上網可以炒紅禮飼料 就出來了 我今年要做 就是有紅禮小米角 紅禮片 跟芹菜 這是今年要新開發的東西 因為其他的 在這個先前的幾乎都是添加 所以你說 我在尋求的東西就是 很簡單吃紅禮 第二個 它跟文化有關係 所以我們應用這些東西 目的性是為了讓 更多的一些產品能夠添加紅禮 是為了是要讓這個 產業能夠帶東西來 就開始有私密感 那我能不能開始先 解決部落市看看 讓部落經濟優手提升 從這個紅禮開始這樣子